所以这些人尤其洛伦彪 包括这些伟类很多伟类都是 打着所谓人权力士的幌子 来欺骗蒙骗很多国内不知真相的人 那么他们有的人呢 是在国内看到了很多他们有关的所谓的报导之后 到了美国来寻找他们做什么政治庇护也好 做什么也好啊 因为我们这现场有战友 曾经跟他们有过接触 他们呢 首先骗战友钱 第一 第二个呢 把我们战友的很多隐私的 个人信息 发回国内给共产党 那么他们的国内的家人就会受到威胁 所以他们这种可恶是真的远远超于国内那些 公检法那些恶人所作恶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身处在这么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他完全可以堂上正像个人一样 没有 他们还因为共产党的狗粮 或者因为跟共产党搞对 还在为共产党服务 所以他们真的他们是罪恶 更可恶的人 那么呢 我们作为新生中流氓人 我们作为代表一个新的中国人的一个整体形象 我们的一个组织 那么我们有这种义务 我们也有这种责任 我们也有这种信念 我们要把他们这个丑陋的东西要揭露出来 让更多的中国人 让更多的美国人 看到他们的真实面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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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